大家好 谢谢你们订阅和关注《退休在北美》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怎样的利用那个地势比较低容易积水的地方 在那些地方应该种植什么 怎么样来种植 我们家后院有一块地 地势比较低 一下大雨就会积水 这是因为我们隔壁的邻居家修建了一个游泳池 地基抬高了 那相对来说我们这边就低了 一下雨水就会往这边游 邻居老美呢还是挺同情达理的 他建议我们修了一个地下排水管 也和我们分担了一些费用 排水管修好以后呢 有一些帮助 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积水的问题 你看下了两天雨 就会成这个样子 那这一边的阳光呢还特别的好 所以我们也不想放弃这块地方 还是想在上面种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在这边呢种了一些芋头 大家都知道芋头呢它不怕水 特别喜欢潮湿 它怕干燥 所以芋头在这里好像特别的适合 他们很happy 你看这一片长得郁郁冲冲的 所以如果你们家有一块积水潮湿的地方 你用它来种芋头一定没错 那我以前也有做过一个视频 关于芋头的种植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尝看 另外这一块地方以前是个橘子树 那在今年那个百年不育的寒流中 这棵橘子树被冻死了 那我们就要把它移走 那现在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种一棵葫芋花 那这个葫芋花呢 是我去年从一个花友家里 剪枝过来牵插成活的 今天我们要把它移栽到这里 首先 我找来了一个大一点的盆子 那这个盆子呢 已经很旧了 底下已经磨烂了 正好是我需要的 就把底部给剪掉 那在这一块地上呢 加了一些鸡肥 包括有自己做的堆肥 有炒木灰还有圆土混合在一起 那把剪掉了底部的盆子呢 就放在上面 然后再加一些这种三合一的土到里面 再把这个小苗从原来的盆子里面 轻轻轻地移出来 把它放到剪掉那个底部了的那个盆子里面 然后再在周围 加一些三合一的土 把它们填丝 在这个盆子周围 盖上一些圆土 这样呢 它这个根基本上是在这盆子里面 所以如果积水的话 它也不会腐烂 那因为这个盆子的底部 已经剪掉底了 所以那个根呢 它可以往下生长 这样也不会影响这个植物的生长 它这样子可以吸收地底下的水分和营养 我们最后给它浇一些水 然后再盖上mulch 这样它就种好了 你看几周以后植物长大了不少 其中也经历了两次大的暴雨 也没有被积水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一次再见